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月1日 伦敦苏富比周三 以45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色彩鲜艳的瓦西里·康定斯基 瓦斯利·康迪斯基作品《猫脑语教堂》 一爱刷新了这位艺术家的拍卖记录 并增强了收藏家对篮球艺术价值的信心 这幅画超过了2017年创下的4180万美元的记录 当时苏富比拍卖了这位艺术家1913年的白线画作 今天就为大家走进艺术 来点气质 介绍一下瓦西里·康定斯基 瓦斯利·康定斯基及其作品 首先 跟您介绍一下 有趣的瓦西里·康定斯基 瓦西里·康定斯基·瓦斯利·康定斯基 是一位俄罗斯画家和艺术理论家 被广泛认为是抽象艺术的先驱之一 他于1866年出生于莫斯科 在追求艺术热情之前 接受过律师培训 康定斯基认为 艺术应该摆脱表现形式的束缚 而是专注于色彩和形式的情感和精神力量 他发展了一种他称之为非客观艺术的风格 他相信这种风格可以表达世界的精神本质 康定斯基的早期作品受到野兽派和印象派运动的影响 但他最终转向抽象 创作大胆 色彩缤纷的作品 旨在唤起精神上的和谐感 他还是一位重要的艺术教师和作家 Blue Rider这个名字源于 康定斯基对蓝色的热爱 和马克对马的迷恋 他认为马是纯洁自然世界的象征 康定斯基的作品至今仍因其对色彩和形式的创新运用 以及深刻的精神和情感品质而广受赞誉 他的遗产启发了无数艺术家 并帮助塑造了现代艺术的进程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一件价值4500万美元的艺术作品 瓦西里·康定斯基 Marno Vichich EI 俄罗斯艺术家瓦西里·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的标志性画作 《孟脑与教堂》 EI是一幅充满活力的杰作 捕捉了现代抽象艺术的精髓 该艺术品代表德国墨尔脑镇 康定斯基使用的大胆笔触 和鲜艳的色彩 换起了该地点的情感强度 这幅画完成于1910年 描绘了正中心的一座教堂 背景是房屋和树木 康定斯基使用的笔法和色彩组合 创造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构图 吸引了观众 康定斯基 以其在抽象艺术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 Marno Vichich EI 是他创新方法的典范 抽象形状和形式的使用 在绘画中营造出一种运动感和活力 康定斯基使用的鲜艳色彩 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 这件艺术品证明了 康定斯基的独特眼光 以及他将我们周围世界的美丽 转化为引人注目的艺术作品的能力 Marno Vichich EI 仍然是一部神兽喜爱的杰作 继续激励和吸引 世界各地的观众 Composition V 是瓦西里·康定斯基 于1913年创作的一幅抽象油画 该作品结合了复活 审判日 洪水和伊甸园等主题 这幅画的中心是一个红色和白色的大圆圈 周围是蓝色 绿色和黄色 深浅不一的小圆圈和椭圆形 在画布的顶部 一组柔和颜色的矩形和三角形 似乎悬停在构图的其余部分之上 康定斯基相信颜色和形状 具有精神和情感意义 并试图创造 能够唤起观众这些感受的艺术 Composition V 是他方法的一个完美例子 具有动态 抽象的形式 和大胆的色彩使用 这幅画 曾在世界各地展出 被认为是康定斯基的杰作之一 他的抽象风格 和强烈的情感影响 影响了几代艺术家 并继续吸引着今天的观众 目前 珍藏在莫斯科特列纪亚科福画廊 1912年 康定斯基拿出他的即兴创作28 在当时 康定斯基是被称为 表现主义的前卫运动的领军人物 他认为 艺术应该是 艺术家内心感受和情感的反应 并力求创作 能够直接与观众潜意识对话的作品 在即兴创作28中 康定斯基 用大胆的线条 和鲜艳的色彩 营造出一种运动感 和韵律感 这幅画的中心形状像一匹马 周围环绕着一连串的抽象形状和线条 康定斯基 对色彩的运用 尤为引人注目 大胆的蓝色 红色和黄色 与深色背景 形成鲜明对比 康定斯基 1920年的创作 白线 在白线中 将几何形状 与有机形式相结合 营造出一种运动感 和活力 这幅画 以白色垂直线为主 康定斯基认为 这象征着精神之路或旅程 这条线 被大胆的颜色和形状包围 似乎在他周围跳舞和流动 黄红蓝 这幅画创作于1925年 这幅画 以一系列相交的线条 和形状为特色 充满活力的黄色 红色和蓝色主宰了构图 康定斯基认为 颜色具有一种精神品质 可以唤起情感 并超越物质世界 黄红蓝中的几何形状 经过精心排列 营造出一种动感和活力 将观者吸引到画中 总体而言 康定斯基这位艺术家 是一位通过其抽象作品 传达情感 和灵性能力的绝佳能手 好了 让艺术洗涤你一早的心灵 希望您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感谢您观看本视频 我们希望这些信息 对您有所帮助并提供信息 喜欢这个视频 请与您的朋友和家人分享 不要忘记按赞 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信息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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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